大家最近都在問到底什麼時候要封城 什麼時候要升四級警戒 因為可以看到最近本土的案例 其實每天都非常多人 只是很多專家都在這一兩年有在 考慮以及研究各國的防疫過程到底是如何 但是大家就說了如果封城的話 有一趴的疏漏 其實就會造成 疫情百分之百的擴散出去 而且他們說了如果封城失敗 將會造成什麼狀況 就是全民恐慌 經濟崩盤還有失業飆升 而且會進到一個惡性循環 因此可以看到台大教授就說了 現在應該要推動防疫分區 其實就有點類似現在的三級警戒 另外就是民生要長期抗戰 也就是物資要分配均勻 另外就是等待疫苗 現在就是要爭取時間 讓疫苗趕快到位 最後就是參考紐西蘭的抗疫過程 因為台灣跟紐西蘭 有一點點類似 因此現在他們就說 應該要建議台灣的政府 趕快來參考紐西蘭的之前一些經驗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